大家好 那個現在凌晨4點鐘 有一點空檔 教大家怎麼樣辨識中風的病人 因為最近天氣很冷 這些病人很多 那就是之前有講過口訣就是 笑笑殭屍會說話 我們就來看這三個主座 笑笑呢 就是請病人口罩拉下來 然後請他 對 肉牙齒笑 如果他嘴角有一邊是垂下來的 那就有可能是中風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殭屍 殭屍什麼意思呢 就請病人雙手伸直 手心朝上 他眼睛閉起來 請病人撐10秒鐘 好來 8 9 10 好 那像這樣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 在這10秒鐘期間呢 他有一手慢慢垂下來 或者是晃來晃去 或者是本來手心朝上 就是偷偷慢慢的變成這樣子 這個都是有單側無力的表現 那最後一個就是 會說話 就是我們講一句話 請這個病人附送 好那我們來講一次 來 先生我請你跟我附送一句話 今天天氣很冷 我好像中風了 今天天氣很冷 我好像中風了 所以 如果他在講話過程中有 咬字不清楚 講得很慢 或者是陪他來看急診的人 覺得講話不清楚 那也是懷疑中風 那笑笑僵屍會說話 三個裡面有一個 超過七成可能是中風 三個裡面有兩個 可能超過八成是中風 那以上的分享 希望幫助大家辨識中風 OK 對 示範一下 免拍格的 神器 我先 先把他往前靠 讓他有點脫脫的 然後沿著 這脊椎仰側 慢慢往下滑 喔 打嗝了吧 哈哈哈 超強 這個真的很厲害 教你們如何這種筷子 我們可以 通常人家都這樣把 這樣分開的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 烈眼縫 那我們今天 這個不要丟 這個將他從 這個將他從這邊底下 你先開個縫 這樣放下去 放下去之後 你直接 像這樣 快速的 往上拉 完美 生活智慧王 你不會 我教你 你真的不要 煮菜 嘿啦 又輩子 我這邊是油門 又輩子油門 你娘 我有喝酒 我就知道就吃了 沒錯 低檔啊 有啦 走走走走 跨車 等一下 左轉 左邊 回頭 回頭 左邊 有 趴頭 我有點散光 看車你 打打塞你 是時候表演真正的技術了 那天我想說要來烤肉 可是那個烤肉醬我一直打不開 我弟也打不開 我表弟也打不開 我舅舅說他可以 結果他不行 我爸爸說不可能 結果他也不行 最後我阿嬤說 然後阿嬤就走進廚房 然後就打開了 原來這麼容易 我從烤肉醬的身上學到 面對無動於衷的人或是 你不用白費力氣 只要給他一點刺激 就會看見變化了 突然又覺得可以活下去了 帥帥帥帥 不要讓人看見 他怕你 他怕你 他怕他 摸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